如果画每一个肩膀到每一个肩膀的距离,应该是一个正方形 肩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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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正方形 如果这两个肩靠在一起就不对了 这变成三角形,后反过来也不对,不可能 一般都是这边的肩膀,靠在一起 很多同学们的开示位 这两个肩膀都靠在一起,现在成了什么位置 成了一个V字形,三角形 所以你的肩膀一定要尽可能的保证你跟你的五半身平行位置 四个肩膀 几乎在一起,但是大家看看我们的下手 看看我们的下手 就是刚才说肩膀错误的那个地方 就是下半身正确的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的下半身是应该成一个V字形 但这个V字形不是一个对等的V 不是对等的三角 不是左边和右边 而应该女士的这根三角形的这个线 要偏下一点 也就是说应该成像这样的一个线 比如说我的左手和右手 这是男士的跨位 这是女士的跨位 两个人不应该在对等的位置 而女士应该偏下和偏后一点 这是我们的跨位和身体的位置 所以大家如果就看我的手 你们就能分析出我们究竟应该什么位置 你看 如果这是我的跨位 对应的 对应的 手指尖是左跨 手掌跟这里是右跨 对不对 这是我的跨位 好比你把它看成是这个东西 这是女士的 反过来 手指尖是右跨 这是她的跨 手指尖是右跨 手掌跟手腕的地方是她的左跨 那当我们如果这样的位置 这是不对的 我已经告诉大家错误答案 这是不对的 那么 我们如果女士在正确的位置 应该是偏向于男士的后方和下来一点 那 请问 请问 女士应该用什么位置 去跟你的五半产生身体的连接接触 看看 看看我的手 我已经告诉大家答案了 嗯 这是女士的右跨 这是女士的左跨 那 如果你用你的女士的右 左跨位置 和男士的这个跨位 这样的 对等的是不对的 而女士应该偏后一点 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女士现在 是用哪里跟男士在接触 中间这个是 一半的 一半的 四分钟 中心 对 很多同学们 已经看出来了 女士是应该用中心偏后一点的位置 也就是说 你现在跟五半接触的是 女士现在我们接触跟五半的应该 正常来说 比如说我是女士 她是男士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也就变成了什么 你的左边的腹股和大腿 还有偏靠中间的位置 去跟男士的右跨的接触 这是你应该有的一个正确位置 但肩膀 不是这样 还有肩膀这样是不对的 肩膀应该怎么样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正确的开示位 如果我是女士 她是她来说 她女士应该是什么 就是你的肚脐第一中心的位置 第一中心和腹部勾的这个 这是腹部勾 对吧 这是往胯就在侧了 我们不要胯 我们要腹部勾 和大腿面积上面这一块 和中心这一个区域 这一块小区域 来接触你的五半 接触五半哪里呢 接触五半男士的右腿和右肩側面 不要接触男士的正面 你接触不到的 你只能接触男士的侧 还是口袋的地方 就像我们刚才男士说的外侧位置 好 而且还有肩膀 男士其实跟外侧位置很像 改变的是女士 所以我们男士 感觉你的右边的肩膀 跨位 口袋 大腿外侧 这一侧 跟女士这一侧接触 这个位置的开始位一定是对的 以及我们两个人的肩膀 最终我们再把架行搭在一起 好 这样你就会收获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位 非常漂亮的开始位 当你走出去保持这样的开始位 1 2 8 1 2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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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